累死了 终于到家了 折腾了一天 哇 好多玩具啊 你不是说只有三岁小孩才玩这些吗 你今天都已经六岁了 六岁小孩子的话你也信啊 哇 太离谱了 这么多西题能做得完吗 这就是奥奥 真的一模一样 难道我和奥奥是亲兄弟啊 你说到底是谁啊 他和我一样冲着极光项链来的 他们是涂财呢 还是有其他目的 反正二十市场一代买家消息 不能够撕票 我们第一时间就去交易 既然有人故意拿走项链 极光项链 就肯定会露出毛角 他们不是帮匪 是小偷 对 好可怕 我不管 我妈的遗物一定要抢过来 我还不相信了 哇 季锦诚盯上你了 你不是把监控删了吗 但他画的是你啊 我去 季锦诚帮我画成这样 我以后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至少天马路上我妈都不认识 你认识我吧 不认识 这两个毛谁啊这 这女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赶紧把外卖点了吧 我饿死了 你们这是什么 还是老三雅 毛血旺 螺蛳粉 臭豆腐 外卖高油盐 高油脂 容易引发胃炎便秘 脂肪肝肝肝肝肝肝肝病 三高 我说的不对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你以前不是最爱吃这些了吗 只是我吃腻了 这样吧 手机给你 你来点 我要打给沈叔叔 让爸爸来救我 这是布丁吗 真的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你真的是我妈妈吗 怎么了 妈妈我想你了 我的宝宝 怎么了呀你 这也没发烧啊 调查一下安政国 还有最近和他联系的人 那个女人很熟悉安氏老宅 对了 再去一个 爸爸抱抱 哦 你最近怎么这么爱撒娇啊 哎呀 不能让他抓到妈妈 上次出门差点走丢 不 哦差点成罐了 那你以后不许乱跑了哦 哇 那是什么 辣手催花 通知一下花艺 让他们明天来换一批薄荷 芥特 芥特 用探索 哪个子 这边有疹 你不提许 这边有什么 我感觉 也可能 它就好了 你不提供 性格突变 爱撒娇 我觉得可能是学习上的压力太大了 要不然我给孩子开点药 我肚子疼 想上厕所 我走喽 你看就这样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很眼熟 你换了套衣服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医生 这平时化老的小孩突然不说话了 是什么原因 肯定是在学校的压力太大了 现在双减没压力 那就是在学校被人给欺负了 只有我可以欺负别人 别人不能欺负我 你们这些做家长 应该多关心孩子嘛 我是个夺利最主的小孩 不需要人陪 你看你看 他是不是特别奇怪 这种情况 要不要吃点药 吃药不好 这镜子还能换装吗 你是布丁 你是奥 你是我弟弟 你才是弟弟 是呀 齐总 齐总 你好你好 这是我们安设计工作室的商业计划书 请您过目 哦 我们家童装设计师在国外以市交有名气 社交平台粉丝也突破了一千万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时间 安舅舅 我这正忙着呢 回去再说 安舅舅 他居然活着回来了 齐总 安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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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你听见没 我带药药看病 下午会议改息 居然敢挂我电话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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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小姐好像在哪见过 那就对不住了 果然是你 你这个小偷 我没偷 那东西本来就不属于安政国 你们私自处理我妈的遗物 还污蔑我是小偷 我刚刚好像没有说 丢的是条项链吧 果然是你 喂 通知一下安舅 你还好好说嘛 我那项链不是我偷的 我去的时候 项链已经没了 你听我说 爸爸 你在干什么 儿子 你叫谁儿子呢 你叫谁儿子呢 妈妈我在这里 布丁 怎么有两个布丁 布丁 哦 你得按照说明书上的屁 我来教你 说明书上的多没意识 我这个大怪兽才牛 这报告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虽然很匪夷所思 但您二位 确实是那两个孩子 生理学上的父母 哎呀 我居然跟这个人 呸呸呸呸 呸呸呸 舅舅你想什么呢 鍵锦程 我居然跟这个女人 12×6 联谨晨 没想到吧 你也有今天 不可能不可能 好